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儿好 各位 现在是七点半快八点了 然后我骑的还睡着啊 昨天睡太晚了 昨天嗨到了国内时间三点钟 这边时间两点钟 要知道我是从国内时间六点钟起床的 基本嗨了十几个小时 然后呢来到这种有游泳池的度假酒店呢 第一件事就是早上起来什么也不干 现在先去游个泳 它这个小花园做的还是比较精致的 很大 然后这边的蚊子特别多 就是从国内来的朋友一定要 一定要买个蚊香或者去虫叶 这边的蚊子是黑色的 死鸭子 噢 火的 它们是做什么了 不动了 我盯了半天 我以为是死的 不是 我以为是雕塑 然后我就穿着睡衣出来了 噢 这个地方就已经到了游泳池 我们去那边吧 那边离我们的那个住的屋子近一点 这边晚上应该是有好吃 好 好吃的 好喝的 我现在准备下水了 下水的话是从这个位置开始下 不知道水温怎么样 哦 水温太好了 哦 水的温度是到这个腰的位置 哦 基本就可以游泳了 摄像机实在 拿着它的水温太匙 来这边游泳呢 好像也不用带游帽 但是我还是戴上的 这边那个刘续帆 我看不太懂 然后他也没说 女士需不需要戴帽子 然后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工作人员过来提醒 我说需要戴帽子 哎呀我就觉得太爽了 所以不用戴帽子 在这个一早起来 什么也不干 先去游泳去游泳的话 这种简直就是一种相声 水也不是很清 然后这边的温度的水温 我觉得是正好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太瘦了 所以说还是有一点冷 感恩 大家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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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需要登记吗 咱们的房号是吧 146 146 146 156 157 156 1916 2016 iano 2016 2014 1916 2016 2016 2017 2016 2017 2017 201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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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刚呢也去就是最南面的这个沙滩里面去游了一下 然后呢沙子还是贝壳壳类比较多 刚进去的时候有点渣角 但是往里走的话 沙子就比较细腻了 然后还有这么大的鱼 就是小银鱼吧 水温还是比较合适的 下去一点都不冷 然后而且水特别的清澈 当然海水是咸的 然后呢 一会儿我们要去剩下的几个岛 然后去玩一些水上项目 至于在哪个地方玩水上项目呢 我们一会儿去再定 我们现在要玩四个项目 香蕉船 降落伞 还有海底漫步 然后呢我现在就要去先做 那个拽拉的伞 带你空中悠一圈 然后我就要上vlog了 我们下期再见 Courtney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 应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真正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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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